公屋私營三至四人單位隔兩房間可以怎樣設計家具呢? 今天教大家這樣做隔房設計啦 兒童房做雙層組合床 下床地台做四成六呎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睡到 搭配床頭櫃和置物架 上床就做高架床加上爬梯 旁邊做拓門衣櫃和書桌 三個櫃桶做儲物 一點都不浪費空間 而主人房方面大衣櫃就做拓門 有超大的儲物空間 地台床加上踏步 同樣裡面都可以儲物 隔房就做玻璃拓門不會遮擋光線 電視櫃做到頂 展示櫃做透明的玻璃櫃門 入門口做獅子櫃 搭配多功能的伸縮餐桌去折散空間 廚房方面做吊櫃去利用空間 大家對公屋私營單位的裝修設計有什麼想法呢 對公屋中這台床 可以是滑馬